現代人總是忙碌 做料理 自己做真的很痛苦 大家好我是阿姬 今天來看我朋友的各位應該知道 沒錯我們今天要來做的就是懶人料理 電鍋 馬上簡單就可以出一道好吃的料理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兩道料理 首先呢 我們工作室有很多這種 大家買了咖哩塊 然後你買我買他買 結果 冰箱就堆了一大堆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來用電鍋做一道 非常簡單快速的 蔬菜咖哩 那我已經先把 高麗菜啊 胡蘿蔔啊 都先洗好了 接下來呢 加上自己喜歡的佐料 我自己呢會選擇加這個 洋蔥 跟我們的 洪喜菇 最後再放上一半的 里肌炒肉絲 然後放上 三分之一塊的咖哩 你這一餐就準備好了 我們用這些材料呢 煮咖哩之後呢 再配上我們的 有夜飯 那我已經準備了差不多 我們把我們的 內鍋拿出來 放入我們的東西 首先呢是野菜 反正就是高麗菜 跟紅蘿蔔啊 高麗菜跟紅蘿蔔切的方式 很不像是在咖哩會有清裝 而且咖哩裡面會有高麗菜 今天要做的就是 野菜咖哩 所以通常 沒有高麗菜 你可以把它換成 馬鈴薯 你可以把它換成你喜歡的東西 再來就是一些胡錫菇 咖哩裡面會有紅蘿蔔絲 如果你想吃的話可以加 你都忘記很多耶 我只吃裡面有紅蘿蔔的馬鈴薯的咖哩 這又不是做給你吃的 我也沒想要吃的意思啊 來不及 你看起來就是很想吃 我不要 OK 放一半了 然後洗鍋喔 接下來呢就是洋蔥 再來是我們的炒肉絲 下一半 剩下的大家去旁邊蔥爆扭肉炒咖哩菜 你哥有聽蔥爆扭肉 我想要變活動 不像咖哩的咖哩 請問有人要看我做蔥爆扭肉嗎 做不定你太足夠了 我才不夠耶 這怎麼失敗 我去看看它近 40分鐘 走 好 各位 我們的咖哩已經煮好了 我們來看看 哇 哇 哇 很可怕 哪裡可怕 亂講 好 接下來呢把它拌一拌 咖哩味太濃了 吃起來超鹹 電鍋 蔬菜 牛肉咖哩 我覺得沒有馬鈴薯用紅蘿蔔的咖哩 亂稱不是咖哩 那它是什麼 咖哩風味炒菜 對 那是你自己的想法 它就是咖哩味 那這樣你也覺得咖哩就是要有馬鈴薯跟紅蘿蔔啊 哇 超級濃 蔬菜啊跟咖哩的味道通通都有進去 還滿不錯的 不過 真要做的話我覺得咖哩可以變成只有 小小的一塊就好了 這邊咖哩真的有點太多了 可能加水稀釋再燉下來可能會再好一點 是不是今天如果有人幫你試吃你就會很可憐 沒錯 那我幫你試吃 給維琪那個幫你試吃一下咖哩 同味的不是咖哩的咖哩 為什麼不要維琪呢 你要開開心心的 哇 自己還很好吃呢 什麼不好吃你把我說 吃一下肉的紅蘿蔔喔 要配飯吃不然它會很鹹 關係 你覺得更好 咖哩飯好好吃喔 我試試看菜的部分 好吃到很鹹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再加自己煮飯這樣子 洗完澡就可以吃就還不錯了 而且我覺得我是那個蔬菜啊 放的不夠多 我應該 不要覺得什麼 欸這樣好像很多 應該要整盆都下去了 那我們現在來準備 另外一道料理 是我們的 變鍋奶油鮭魚燉飯 好 各位 接下來呢我們要來做 一人份奶油鮭魚燉飯 先洗好米 放鮭魚 不會沒了吧 沒了 所以我說那個醬汁呢 奶油 最後再加進去飯了 那 我個人會喜歡吃味道再調一些的 所以呢我會再加一點點的鹽巴 欸好鹹喔 你平常吃的鮭魚肉是這麼鹹的 然後加一點 NSG 幾分鐘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隻鮭魚有點大塊 其實你可以把它切成一半 但是我們想把整塊鮭魚給剋了 40分 待會見 蠻香的 我們鮭魚 吹好了 切一下這樣就可以吃啊 不過呢 那是什麼 奶油啊 為什麼奶油是這樣包啊 不去小結啦 對 就是我剛好切那一塊嘛 好 幹嘛吹什麼 跟你解釋他在那邊敷衍 他加進去 然後呢 喜歡吃整塊鮭魚的人 先跟你們說聲抱歉啦 只有這樣啊 就調味了 鮭魚 欸好鹹喔 趕快鮭魚直接很快就碎了 對啊 代表 他已經煮得非常久 我跟你講超好吃的欸 然後你就讓這個奶油呢 不停地拌 不停地慢慢融化 我在選的奶油是不是有點大塊 喔 大的話可以再比我這個 再小塊一點 會剛好 但是 我們就撐這塊奶油了 我們就把它用完吧 怎麼辦 怎麼好像 很好吃 我還以為你還想說怎麼辦 怎麼好像被我毀掉了 怎麼可能這麼簡單就毀掉 你的話 我明明就沒有很常把東西給毀掉 欸Deezen 準備囉 來了 準備Deezen 來了 好大 太大了 很大耶 還好還好 這幾級的 十五天九 很大耶 完蛋了媽媽在家裡一定嚇死 好 我們的鮭魚奶油飯 做什麼咖哩啊 丟人現眼 鮭魚非常的軟嫩 雞滿奶油的這個飯 吃下去的口感 相當的好 你說是不是小潔 幹嘛高屁是好 看起來很清淡 貓飯 貓飯 貓飯就是 魚拌飯 這樣 如果有女朋友是貓妓女的話 可以把這個飯 不錯啊 蠻香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加牛奶 然後就變燉飯 這是另外一個境界 換你了 我要吃 它是鮭魚耶 好好吃喔 這個我只能可以吃 全部 真的很好吃 就圍竿而已 但是不錯 這個鮭魚飯呢 我個人是蠻推薦給大家 因為 也有可能是我用的鮭魚 比較好 因為這個鮭魚是 鮭魚飛力 吃起來比較沒有那種負擔 如果只有鮭魚排 帶刺的 就要小心一點吃 那奶油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就是少耶 少加一點 可是剛剛那顆再一半 然後再加牛奶 再加點黑胡椒 再加點迷迭香 再加很多東西 就是 完美的一碗燉飯了 各位 感覺要被噴泡 不會吧 那今天這個你給幾分 3.5 蛤?你標準很高耶 標準很高啦 3分以上就是15了 這個我給4分 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它很簡單 方便又快速 40分鐘 有飯又有鮭魚 剛剛那個咖哩的話 我給3.1 不太能稱得上是食物 但勉強能吃 標準比較高啦 沒有說它做得不好 只有標準比較高 只有標準比較高 咖哩我給3點 太鹹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 建國相關的食譜啊 可以傳到阿靖的IG 那也不要忘記 追蹤阿靖的IG 跟訂閱阿靖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又那你IG 掰掰 是不是 你喜歡這位 做的 你不要試過 我不是說 我不客氣 這個 看來 你 有 另外 你 他們